中小型 全家饲料厂的典型工艺设备 饲料产业是联系种植业 养殖业 肉蛋产品加工业等产业的纽带 在农业发展环节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例如 中国饲料行业 发展历程 虽然晚 但是发展迅速 在短短二十几年内 即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式的生产 到世界第一大饲料生产国的飞跃 因此 饲料产业也迅速成为 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饲料产业的迅速发展 带动了种植业 养殖业 肉蛋产品加工业 以及与之配套的冷量物流 与食品工业的高速发展 近年来 除了中国 美国 巴西 墨西哥 印度 西班牙 俄罗斯 日本 德国 以及法国等传统的 十大饲料大国稳步增长以外 印尼 土耳其和越南等国的饲料产业发展 也是突飞猛进 今天 主要内容分两节讲 第一节是中小型饲料 全价饲料厂 简介 第二节 给大家详细介绍 这个 各个系统的设备 首先讲一下第一节 中小型全价饲料厂的简介 第一个概念 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全价饲料 全价配合饲料 也称为 完全配合饲料 也叫全日粮配合饲料 通常 可根据动物的种类 年龄 生产用途 等 划分为各种型号 此种饲料 可以全面满足 思维对象的营养需求 用户不必另外添加 任何营养性的 试用物质 而直接思维动物 但必须注意 选择与思维对象 相符合的 全价配合饲料 下面给大家列举一下 常见的几种配合饲料的分类和工艺特点 通常 所见的加禽饲料 它是粉碎度适中 粉末状 居多 需防止分积 当颗粒料时 它的环膜压缩比中等 猪饲料 粉末度 细度要求高 乳精粉 刺粉 含量比较高 熟化要充分 环膜压缩比低 颗粒产量小 相对于前两种 水产饲料呢 它是要求粉碎度 细度要求非常高 因为这个 水产生物的这个消化道比较短 动物蛋白原料也多 粉碎产量也低 筛板呢 容易糊孔 物料粉碎后 流动性也比较差 熟化必须充分 环膜压缩比高 饲料漂浮水时间要求长 产量也比较低 另外 比较常见的就是反除饲料 比如说牛羊等饲料 这种饲料呢 它是结盖含量比较高 一般 纤维类的结盖含量 能够达到40%到60% 那么物料的流动性呢 就比较差 溶重也非常低 颗粒要求直径比较大 颗粒产量小 这张图片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典型的小型饲料厂 人工配料的小型饲料厂 这个是年产三万吨人工配料饲料厂的这个生产线的工艺流程图 下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工艺 预先称量好的这个每批原料通过下料口人工投料 需要粉碎的物料呢 经过垂片式粉碎机粉碎后进入带粉碎舱 粉状物料过筛碎后可以直接进入带混合舱 该批主要原料投料完毕后放入混合机进行混合 小料称重后则通过混合机上部的小料口直接投料 混合完成后经过斗式提升机提升后 再经过磁悬设备除铁 根据产品品种的不同 生产饲料颗粒时 颗粒饲料时物料通过质粒冷却碎粒分级后进入成品舱 生产粉状饲料时则直接进入成品舱 随后打包入库 下面给大家介绍典型的中型饲料加工厂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型饲料加工厂的一个外景图 这是典型的中型饲料厂的一个供应流程图 相对于人工配料的小型饲料厂 这个中型的自动配料的 这个跟它的区别就在于集中投料 电脑自动配料 自动化程度高 节省人工 而且配料精度非常高 另外多的就是大家看到中间 这个流程图的正中间是一排配料舱 它就是各种物料根据原料品种与数量的不同 进入不同的配料舱 随后经过电脑控制进行自动配料作业 然后进行混合后面的工序 跟这个人工配料的都接近 这个向大家展示的是小型饲料厂的这个安装现场 这个呢是中型饲料厂双线 双条线的这个安装厂的这个照片 那么第二节呢 作为一个重点 给大家介绍一下 各个环节的设备特点 和要点 首先给大家介绍原料系统的设备 原料系统的设备 量比较大的是这个立状物料 主要是能量原料 比如说小麦和玉米 这张图片展示的是一个典型的饲料厂 左边是主车间 后边是钢板舱 右边这张图片呢 则是清理间里边的这个清理筛 除尘器等设备 另外一种 这个比较量比较大的物料呢 是豆破 因为豆破呢 它这个散落性比较差 所以说呢 豆破呢 除了包粮存以外 也可以通过钢板舱 但是这种钢板舱呢 是一种特殊设计的 是防止结果 而且是强制出料的 防止它这个堵料 另外一种呢 是防饰舱式的 出料呢 是通过舱一侧 这个小车进行这个卸料 第二个工段的主要设备呢 是粉碎机 现在 饲料厂常用的 都是这种 锤片式粉碎机 最上面这张图片呢 是一种通用的这个 续型料粉碎机 这种粉碎机呢 是采用这个 采用两种不同的 这个锤材间隙 一种呢 可以用于这个粗粉碎 另外一种呢 用于细粉碎 锤片 按微粉碎排列 可实现微粉碎 也可以实现 普通的料的粉碎 下面 左边呢 这个是个宽体的 微粉粉碎机 也是现在比较常用的 主要是 用于粉碎细度 要求比较细的物料 主要可以粉碎 玉米 小麦 豆类等 该种机型的主要特点是 它采用先进的水滴型 粉碎式设计 合理的二次粉碎结构 有利于提高产量 粉碎式比较宽 有效作业面积比较大 因而 又比较适合像猪料 这些 细度比较高的物料 那么 下面右边这个图片章 当中这个小的一个粉碎机呢 是主要用于这个淡机料的粉碎 该机的特点是 转速比较低 粗粉碎效率高 因为它这个 对于机料来说的话 对于这个粉碎 这个细度 要求不高 这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 宽体 微粉机的这个 内部构造 这种设备呢 换这个塞网 也非常方便 下面给大家介绍 混合系统的设备 混合系统的设备呢 主要有 粒式混合机 卧室罗袋混合机 双轴蒋液混合机 和最新型的单轴双浆混合机 粒式混合机呢 一般比较应用于 一些小农场 一些小养殖场 现在在中国的市场上 基本上已经淘汰了 第二种比较常用的 卧室罗袋混合机 在中国应用的 时间也比较长 它的这个主要结构呢 是内外两层罗袋 分别左右旋转 当一条罗袋 把物料由混合机的一端 送向另一端的时候 另一条罗袋 则把物料反向输送 在混合机设计中 内层罗袋又宽于外层 因此在机内产生了 强烈的对流和剪切作用 现在这个中型和大型的 资料场呢 运营较多的是双轴混合机 那么回过头来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卧室双轴带混合机的特点 它呢是混合精度低 效率低 不容易成球 价格低 但是混合均匀 变异系数稍微高一点 所以说呢 就比较适应于 要求不是太高的 中小型资料场 目前市场上 运用比较广的是这种 双轴讲业混合机 该机主要有 机体 双转子 吸料门 控制机构 传动部分 和液体添加系统组成 机体为双槽型 从外观看 从外观底部看 双W型 机体顶盖 有一到三个进料口 用于进料 大料 小料 和排气 观察 两机槽底呢 各开有一个系列口 用于快速排空 机内混合好的物料 下面给大家介绍 目前应用最广的 还有一种新型的 是单轴双将混合机 该种设备 设计柔和了 双楼带混合机 和双轴混合机的 这个优点于一体 主要特点是 精度高 混合时间比较短 一般的话 90秒即可达到混合要求 混合均匀度 变运系数也比较小 能够达到 2%到4% 一般适用于要求较高的 大中型饲料厂 下面给大家介绍 这个饲料厂 一个核心的设备 就是智力设备 这张图片所展示的是 美国和中国 比较常用的这个机型 也就是齿轮传动式的 这个滑膜颗粒机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设备的这个构造 设备的最上部 是由味料器组成 这个味料器呢 是由调速电机 传动了无极变速 螺旋式的味料器 它可以根据情况 这个均匀浸料 味料器的下端呢 是一个不锈钢材质的调制器 调制器呢 是由调制角龙 不锈钢壳体 蒸汽和糖密浸管组成 它的功能 主要是将进入的 干燥蒸汽和饲料 进行强烈的搅拌 使物料 调制 软化 并将调制后的物料 送至质地 装置 根据需要 同时呢 也可安装 油脂和糖密添加系统 将它们变成 物状 均匀 喷洒到饲料中去 然后进行质地 环木质地机的核心部件 主要工作原理是 调制后的物料 经过 污料器 进入压膜 所包围的空间 这个空间呢 叫做压制室 进入压制室的物料 经云料板 沿整个压滚 宽度均匀分布 为所有膜孔提供 一个均匀的物料 以使颗粒机 可以平稳高效的工作 压膜和压滚的挤压 使物料成型 环形压膜 这个小孔分布均匀 物料在强制压力作用下 通过这些小孔的过程 被压实成型 压膜 同减速箱轴连接 由电机带动旋转 这种机型呢 传动方式呢 比较准确 效率比较高 但是呢 机体比较笨重 目前呢 这个从西欧引进的技术 在中国应用比较广的 有一种新型的 这个带式传动的制力机 这个制力机呢 它这个带呢 一般是采用三角带 或者防滑的这个平皮带 但是它对这个皮带的要求 比较高 一般呢 比较适用于大功率 双马达传动 使设备呢 运转的比较平稳 并有较好的缓冲能力 好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 齿速传动和皮带传动 这两种机型的制力机 它的比较和选型 齿速传动呢 它的优点是 传动效率非常高 适用于小品种 小产量的制力 但是它的缺点是 噪声稍微大一点 皮带传动的优点是 运转平稳 柔和 噪声小 不易闷车 从结构上讲 皮带传动型的制力机呢 更结实耐用 在生产普通饲料时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在生产比较难制力的饲料 比如说 解改饲料 牧草饲料 尤其是牛饲料用的 这个棉子壳 压制的时候 它的这个优点 就非常突出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冷却系统的设备 一般刚刚出制力机的 颗粒饲料温度 一般都在 75度到95度之间 水分呢 也在14%到18% 温度又高 湿度又大 它肯定不容易储存 同时呢 这个高温 高水的饲料呢 也比较软 容易粉化 因此 快速的将饲料进行冷却 去水 降低物料的温度 使颗粒饲料的硬度 迅速提高 非常重要 目前 饲料企业使用的冷却器 主要有 以下三种 卧室冷却器 上图 左上 所示 力士和逆流 是冷却器 现在应用比较广的是 逆流是冷却器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它的优点 它的优点主要是 自动化程度比较高 占地面积也小 西方量小 功耗低 它迅速取代了 其他两种冷却器 成为当今主流产品 为饲料企业广泛采用 接下来 给大家讲一下 饲料企业的心脏系统 也就是配料 它这个工作流程呢 是这样的 先向计算机输入所选用饲料配方的 配方号 显示料仓号和料名 向配料仓输入配料原料 并将混合时间和放料时间 工艺参数输入进计算机进行确定 当这个配料秤开始工作时 每批物料按品种或料仓排列成一份份 不连续的序列 依次称重 可实时显示单次称量和累计称量的重量 这样的 这个屏幕上显示呢 是一个典型的 呃 塑料配料系统的图片 它不但能够 数量上显示 而且从屏幕上能够动态显示 比如说 咱们从这张图片上能够看到 一些料仓 绿颜色的地方呢 是有料的 当动动态的情况下呢 如果你在出料 绿颜色的不断的减少 如果它在禁料状态的话 绿颜色的是不动的 不断的这个往上提升 配料过程中呢 进行实时监控 左边这个数据表上能够显示出 配方量 实际量 误差量实时显示 减轻了中控操作工的压力 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那么在这个自动系统当中呢 还有一些设备 进行了这个电脑控制 比如说 粉碎机电脑自动控制 PLC通过传感器 采集粉碎机实时的电流 程序呢 能够自动调节 微料器的转速 保持粉碎机的电流恒定 提高粉碎机利用效率 节能降耗 另外呢 自控系统呢 它是一个全电脑 保姆式的自伏系统 功能非常非常强大 能够将这个配方量 提前量 微调量 包括配料搅拢的速度 原料下料顺序 对应仓号等 通过调节参数 提高这个配料精度 保证产品的质量 同时呢 利用电脑系统 也加入了很多 完善的这个报警系统 比如说 这个轴承运转了多少小时 需要加油 减速机多长时间 需要加油 或者说需要更换 电脑上都会有提示 这是 今天呢 简单介绍了一下 中小型资料厂的这个 主要工艺和设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